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话美之兰,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 1月18日,未免冠军勇士全队正式造访白宫 最后一次庆祝2022年夺冠 据上次勇士造访白宫还是很久之前的事 他们曾来到过白宫,收到奥巴马的热情接见 库里与奥巴马关系密切 两人除了冠军型之外还有一些联系 然而在勇士最强盛的时期 NBA却与白宫关系僵化 库里公开宣称他不愿意与第四十五任总统交往 后者也取消了向勇士发出的白宫邀请 双方不再往来 勇士更换了自己的庆祝方式 这一别畅达七年之久 近日勇士全队自2016年以来首度回到白宫 他们与总统拜登共同庆贺了球队的2022年总冠军 对于一支球队来说 能来到总统府受到接见还是意义非凡的 而且有了这样一个迟到的环节 冠军才算圆满 或许之后勇士也会士气提升 更加团结 可惜的是 在球队最好的两年 他们没能有过这样的待遇 那也是杜兰特在队伍里拿到冠军的两个赛季 虽然获得冠军但流程并不完整 不知道他生涯是否还能有机会带队进一次白宫 拜登对勇士队非常亲切 他表示 白宫会一直欢迎金州勇士的到来 或许这里他也在暗示某人很长一段时间取消了这项活动 不欢迎NBA球队的到来 而勇士全队都身穿正装前往白宫 并且几乎都带着家人 不过还未成价的汤普森独自一人来到白宫 显得有些孤单 库里在西装外面夹了一件大衣 带着妻子阿耶莎出席活动 勇士全员来到白宫后 其他球员以及勇士老板和主帅都提前站在合影区 库里去哪儿了 库里获得特殊待遇 与总统拜登一起走过来 现场为他们鼓掌一气欢呼 来到发言台之后 库里当众讲话并且把勇士队46号球衣 赠送给总统拜登 以及把1号球衣赠给副总统哈里斯 本次来宫之行 库里从总统那里获得一枚纪念币 演讲时 拜登调侃科尔的手指快不够用了 因为科尔已经获得9枚总冠军戒指 球员175枚和主帅174枚 全员和影时 拜登单系跪地十分抢劲 库里 维金斯 伊格塔 汤普森 格林和科尔以及勇士老板拉科布等人都站在前排 波尔和卢尼都戴着眼镜站在后面 库里自派表示希望再次夺冠 库里表示 我们现在在这里 在白宫 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天 来到这里庆祝拿下冠军 我希望这不是我们最后一次来这里 我希望能够拿下另一个总冠军奖杯 格林表示 也许库里未来能够参选美国总统 我觉得库里有一天会参选美国总统 睿智 善欲团结 组合一切 而且不会犯错 为什么不呢 谈及自己会充当什么角色时 格林回应道 国防部长 然而勇士的庆典结束 他们依然不得不面对现实 赛季过半 以二十二胜二十二负的战绩排在西部地基 现在的勇士要谈未免 很难很难 不要说什么季后赛没人想遇见勇士 即使进入季后赛库里会进化一个档次 伊勇士这个状态依旧会被打爆 荆州勇士若想破局 需要做出四大改变 第一 现在的普尔 神一场鬼舞场 完全没有了去年季后赛首轮神党杀神 或党杀否的气势 这赛季普尔的命中率甚至只有30%出头 这就可见一般 虽然普尔这赛季还是新秀合同 这表现甚至有些超出合同 但如果普尔延续这样的表现 日后的四年1.31大概率烂掉 普尔的防守意志都很稀赖 这是一时半会难以解决的 要想改变也是休赛季的事了 普尔现在要找回自己的进攻状态 尤其是三分手感 然后关键时刻不要失误 普尔的突破说实话 每一个我看着都提心吊胆 总感觉会被冒 事实上被冒了也不少 我感觉普尔可以改变一下突破后的终结方式 比如打一打突分 也许能更好一些 第二 在库里嘴格受伤后 勇士带21年7号秀 库明家像是忽然开了枪 尤其是在防守端 比以前的防守好了太多 在进攻端也更加理智 空切打得很不错 甚至偶尔还能打几个持球攻况 大又成为勇士三乐透里 第一个被刮出奖那一个的趋势 但打开拓者后 库明家就一直缺席到现在 据报告 库明家已经接近复出 如果库明家复出后 能够延续火热状态 并且和勇士主力阵容完成磨合 那一定是勇士冲冠路上一大助力 第三 绿老师这赛季的表现是相当不错的 当然很可能是何统年的原因 格林的进攻是梦魂16年 他的空切和三分都有了一定的恢复 甚至再次出现了一个格林定律 当绿老师命中两季 确定三分后 比赛就已经结束了 如果格林能延续这个手感 相信到了季后赛对手 也不敢完全放空格林 换言之当对手完全放空格林时 绿老师就可以来一个 确定三分经验众人 当然合同年的绿老师可不好惹 从已经完成闭环的格林攻势 到去年夏天的KO普尔 绿老师是大概率留在勇士的 现在勇士队力该续约的也都续了 也没有格林的竞争对手了 当然汤普森合同明年到期会有一定影响 但格林不太可能为了合同喷佛组 所以不出意外格林是不会再整出什么腰子了 至少在这赛季 这也能很大程度地帮助勇士 第四 说实话这赛季勇士的阵容 深度有点捉襟见肘 体股现在可以确定一个波尔 一个迪文先左 一个孔明家 这八人轮换在季后赛肯定是吃不消的 而且勇士的主力阵容已经够老了 库里甚至已经35 如果兰姆打出价值并转正 进入轮换 九人轮转在季后赛还是可以接受的 这也能帮助勇士走得更远 当然这只是破局之道 勇士的基本盘还在库里的发挥 以及嘴哥的防守 科尔的体系 下半个赛季的勇士还是值得期待的 最后我们聊聊去年完成的一个大交易 先把时间退回到去年夏天自由市场开启时 当时森林郎用十个筹码从爵士换来戈贝尔 震惊全联盟 也打破了联盟的正常交易秩序 也许蓝旺球迷会感激森林郎 让他们保住了杜兰特 这十个具体的筹码如下 比斯利加贝弗利加 凯斯勒去年首轮22首位加伯尔马洛加范德比尔特 此外还有23年加25年加27年加29年的首轮签 以及26年的首轮选秀全互换 包括送走米切尔 彻底重建 翻个赛季过去 戈贝尔在森林郎场均主战30分钟 能够拿到13.3分加11.5篮板加1.3盖帽 而戈贝尔的筹码们呢 比斯利场均13.7分3.5篮板 范德比尔特8.6分加8.1篮板 凯斯勒7.5分加7.2篮板加2盖帽 被弗利又被爵士换来了霍顿塔克加斯坦利约翰旭 塔克场均7.1分 这么多球员 随便拿出来一个年轻的凯斯勒 聊聊他和戈贝尔谁强 进入23年以后 凯斯勒场均10.3分加10.3篮板加2.6盖帽 戈贝尔通期数据12分加9.9篮板加1.1盖帽 凯斯勒场均出战不到20分钟 能够贡献场均两次盖帽 戈贝尔场均1.3次盖帽 面对未能效力的救助森林郎 凯斯勒打了31分钟 13中9轰下20分21篮板司主攻 成为最近30年以来 第一位单场20加20加65命中力的新星 也是爵士队使第一位单场20加20的新星 那戈贝尔呢 之前打骑士 坚持13分钟退赛 复古勾伤势 面对救助爵士 打了5分钟又退赛 还是复古勾伤势 如果不是复古勾拯救了他 他会成为自己筹码的背景板 20年夏天 爵士用5年2.05亿美元提前续约戈贝尔 本赛季戈贝尔3817万美元 23-24赛季此前100万美元 24-25赛季4282万美元 25-26赛季此前666万美元 爵士给了戈贝尔合同 最终让森林郎买单 戈贝尔值不值2亿美元 我们用数据说话 戈贝尔本赛季场局篮板联盟第三 前后场篮板都是联盟第六 在场总中复值-1.2 联盟第185 此外 防守效率108.7 篮板率18.7 联盟第五 这些常规数据 和灰熊的亚当斯差不多 可亚当斯薪水只有1792万美元 接下来看高阶数据 戈贝尔的防守胜利正复值为加6.55 全联盟第一 能够接近他的只有尼克斯的 米切尔罗宾逊和骑士小莫布里 戈贝尔进攻胜利贡献值为复2.19 全联盟70位纳入有效统计的中锋 他排名第62 而戈贝尔总的在场胜利贡献值 在中锋行列中排名第6 远不如约基齐和恩比德 武切维奇加大洛加波尔金基斯 也比他高一大 他就相当于加强版的普拉姆利 或者是米切尔罗宾逊 森林郎妥妥的大远种 用5个级战力加5个手轮签 换来了一个防守满格进攻平庸的 蓝领形中锋 关键是上赛季森林郎长规赛 胜率56.1% 本赛季只有48.9% 最近一个月 森林郎到内后 主要矛盾点除了拉塞尔打得比较自私之外 大家普遍对于戈贝尔非常失望 戈贝尔自己嘴硬 球迷们可能不太理解我能带来什么 可是就对总经理们和教练知道 当戈贝尔说出这番话后 森林郎主帅分歧立刻回应 鲁迪戈贝尔是很棒的职业球员 我们花钱是让他来盖茂盒抢了满球的 刚出勇士和森林郎进行交易 勇士送出拉塞尔加艾文斯加斯贝尔曼 从森林郎得到了韦金斯加二二年首轮 钱加二二年次轮签 这笔交易帮助勇士最终夺得了 二二年夏天的总冠军 韦金斯已经成为库里身边最好的拼图型搭档 不抢攻 效率稳定 风险防守联盟顶级 可是森林郎竟然还搭上一个首轮签 当勇士夺冠时 森林郎不少球迷跑到拉塞尔社交平台 质问他凭什么之为金斯加首轮 只有此交易 森林郎不长记性 紧跟着就用五级站立这五首轮 从爵士换来了戈贝尔 或许在安静的口中 戈贝尔意味着一切 意味着让森林郎看到总冠军希望 可是现实呢 他防守威慑里确实还在 单指剩下抢篮板 以及嘴硬 其实说白了 森林郎管理层换来了戈贝尔 但并不适合如今的森林郎 戈贝尔以主角姿态来到球队 得到的确实配角戏份 跟着爱德华兹加拉塞尔折反跑 当然森林郎管理层肯定不会打自己的脸 况且如今的戈贝尔能换谁 接下来戈贝尔不能动 爱德华兹是球队的希望 更不能动 拉塞尔可以动 毕竟已经撕破脸 唐斯也可以动 毕竟带队多年初不来成绩 勇士和绝世之后 联盟又要出现几个新人儿 准备好继续抢劫大圆种球队吧